国立花莲高农足球队自民国73年成立至今 一直都有亮眼的成绩 每年也培育出了优秀的田径人才 为了提供学生更舒适便捷的训练场地 在教育部支持之下 核定获得了新台币5820多万元 铺设全新PU跑道与人工草皮足球场 足球场并且取得了国际足球总会的认证 成为了继美轮国中之后 花莲第二个适用于国际以及国内正式足球赛事的标准场地 在蓝天白云依着山的美景下 由国立花莲高农员武社带来精彩舞蹈 揭开典礼序幕 为提供学生更舒适的训练场地 国立花莲高农或教育部核定新台币5820万元 铺设全新PU跑道与人工草足球场 足球场并取得国际足球总会认证 19日上午职办人工草皮足球场 继PU跑道落成启用典礼 旧的时候球场就是会有一些石头 踢球比较危险 新的球场一开始踢会软软的不好踢 现在比较习惯 下雨的时候也可以正常的比赛 因为他们的排泉系统 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所以说盖人工草比目前的趋势 是对选手练习训练比赛 安全性是最好的场地 而且我们这个场地的草皮 是从荷兰进口进来 算是最先进了的草皮 这是第二座 荷兰第二座 是标准国际十一人赤的人工草地 就是这样 以前 荷兰只有一座 要办起 全国的赛事呢 都会有选不足 我想今天 荷兰高龙有的第二座 我们荷兰县政府会承办很多相关的赛事 昨天跟党校长特别讲 球场的成立 国力和我们荷兰县政府 一定会共享 共产 共荣 我们会一起好好地利用 球球队员表示 一往场地凹凸不平 甚至还要周车劳顿到美轮国中练习 球球队教练则表示 从荷兰引进符合国际标准的足球场 除了能有效保障选手在球场上的安全 也让选手训练时更加舒适 今天这个场地 我们是TIFA国际认证 那我们的一个策略就是 我们向中央争取经费 但是虽然在我们是国立学校 但是我们也是身处 我们在花蓮县 我们是地方 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地方紧密地结合 因为我们的整个足球跟田径要继续发展 那我们也需要地方的足球协会 还有包含我们体育会 足球的足位 还有我们田径的足位 继续地来给我们鼓励支持 那我们奔进合局 所以这个的话对我们整个招生 我相信不管在量或是值的话 都会有提升 校长梁宇成指出 学校足球运动发展多年 成绩卓越 如今学校兴建符合国际FIFA认证 人工草皮足球场GPU跑道 未来将以机械设备维护 既可减少人力养护 也节省维护经费 学校未来也将举办更多国内和国际足球推广活动 培育更多潜力选手 创造更优质运动场域 记者长邦彦华联系报导 学校兴建符合文 我们的期训细 可能是一晚 我们的期训细 到个人训细